2020年第一季的第五堂基礎班 今天要講兩個很重要有關掃描的apps 要不要? Adobe Scan跟PDF 這個我們平常 如果你有機會的話 你把它學下來 我發現以後對你生活上有很多幫助 也就是說這樣講好了 老師教的東西都是很實用的 也就是說你來上課都要學到一些馬上回去就要用到了 就是你今天上完課走出這門你就馬上要用到 如果你學的東西你告訴我說老師我用不到 你就告訴我我就不會教這種 因為時間太寶貴了只有兩個小時 如果你不學那些有用的東西 那我馬上問一個問題 老師上禮拜基礎還沒教完啊對不對 對嘛你看那個心頭也都拼拼點頭 那老師偷懶嗎? 沒有辦法因為基礎如果我真的要教 還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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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所以上禮拜不是有頭要問家 我就沒辦法講了 因為很重要的東西 一直要教那時間又有限嘛 所以盡可能滿足大家 好不好?所以今天我們來探討一下 生活上常常常要用到這個字 有沒有?我們要有問這位老師 這個字翻譯成掃描 有沒有?掃描對不對? 請問是哪一個描? 眼睛的描 好眼睛的描舉手一下 好 舉手了 好 提手旁的 那沒有舉手的咧? 都一樣 都一樣 沒有舉手的是不是這個描 沒有舉手的 笑死吧 中文是國大精神喔 我告訴你 這兩個字意義上有點不太一樣 來 中文老師考你一下 這兩個字有什麼意義上不一樣 掃描是眼睛一勺而已 對 然後咧? 描述的描 那個是描述的 就是把那個東西拿出來 對對對 這就我要答案 各位聽懂他的意思嗎? 聽懂他的意思 這個強調是用眼睛去看 這個咧? 強調是看完以後把它 描述的 所以如果你 如果你以前 學過這個東西的話 樹苗 哪一個字 當然是手嘛 樹苗不是用眼睛隨便看一下 是用手把它描繪出來 聽懂嗎? 那女生的時候就是 對 這個 這個 終於 知音來取 就是以前在這裡面 要學樹苗 聽懂嗎? 要學剛剛拍吉他 有沒有 聽懂嗎? 這個就是 有老師的時候 小時候我們讀書 就是學這些亂七八糟 對不對 是不是? 好啦 開玩笑 那我們今天要講哪一個? 下面 手 兩個都一起講 其實 為了避免誤會 比如說很多場合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做掃描的時候 你的重點是在 當下在看到這些東西 還是看到出來的一個結果 有掃描 對 結果出來 就會又把東西描述出來 你在去做搜尋啊 或是在做一些東西的時候 你可能是用這個 但 我為什麼要講那麼仔細 是因為我要知道學生要學什麼 那你出去一定會碰到這個問題 為什麼? 因為中文字真的是博大精神 我不把它放得清楚 你搞不清楚 那 英文都是這個字嘛 所以我常常會用英文來講 Scan 我們 長時間以來 常常會用到一樣東西 各位一定有用過 要做這個 這個東西叫什麼? Scan 什麼叫Scan 一個機器 一個機器 什麼機器? 做Scan 這個是什麼?運動嗎? 這是什麼? Scan 你Shopping的時候買 啊 對對對 他講Shopping的時候 你去買東西的時候 人家就用一個掃描槍 那Scan 去掃描什麼? 條碼 條碼嘛 八扣碼 這樣子的話你就可以知道 他就可以做結帳的動作 這樣了解嗎? 現在他的條碼處更複雜 他不用拿那個掃 他直接過那個台子 他就直接掃它 對不對? 那那個去飛機場 人家看你有沒有發燒 給你一槍那個東西 是不是掃描 對 那個叫體溫計 跟這個沒有 不是掃描 體溫 他是感應溫度 你不要想 這個也可以叫做掃描嘛 其實 你看到是一槍對不對? 其實你走過那個機場的時候 你已經被掃描好幾次了 對 你去台灣的時候 有一個人坐在一個Monitor上面 對啊 對啊 人家走過去就是一個 不是很明顯 你一走過去 紅通通 有沒有 那你就會被來下來 聽懂嗎? 他不用槍啊 他直接用一種掃描器 那種掃描器叫什麼? 溫度掃描 體溫感應 聽懂嗎? 以前我們小時候 量體溫要怎麼量? 要接觸 現在都不用接觸 我恨準 後來進不到耳朵嘛 現在都不用 所以用那個體溫 這也是這種掃描 為了今天講這一堂課 而且我要確定各位同學懂 我要講什麼掃描 我就想了好幾天 我就把我認知的掃描列下來 而且因為編幅太多 所以老師用一個什麼技巧 表格 你可以看到 我做了一個歸納 如果你講掃描 我就可以跟你講很多故事 很多場合 可是我們今天沒有時間講 那麼多掃描的東西 但是我們要來學 最重要最重要就是 我們剛剛問幾個同學 我已經知道大家同學 真正的需要是什麼 可是我把它列在這邊 因為現代的科技 很多時候都要用掃描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在日本 他的手機 iPhone 或Android手機 就可以當身份證 聽懂嗎 在德國 他現在也要在做 中華民國台灣 今年的10月份 2020年的10月份 要改版身份證 你的手機就可以存在 你的身份證在裡面 我再講一次 我以前通常提醒我的學生 出門要幹嘛 伸手要錢 對 然後我就講 如果什麼都忘了 至少要帶什麼 手 至少要帶一樣手機 因為你可以把手機裡面 儲存你的身份證 很簡單只要會掃描 就是我們等一下有教的 掃描進去你就有手機 就有駕照啊 就有 passport啊 就有 insurance啊 還有錢 錢不是掃描 錢要先 deposit 錢掃描一掃描一掃描 錢掃描一掃描一掃描 我舉個例子啊 你說我們 Eric大姐很有錢啊 他有拿一張 一百塊出來 掃描三四 可以三百塊 是不是 是不是這意思 掃描可以變多嗎 三百塊 他就可以掃描三四卡 聽懂嗎 所以 你幹嘛笑那麼開心 我講沒錯嘛 不要誤會我意思啊 掃描不會增加你的錢在裡面 而是你要去 deposit 你看喔 我這邊有寫 第一類是什麼 科技類有包含什麼 運用的對象有哪些 你為什麼練那麼小聲一點 好第二類是什麼 生活 我剛講日本就已經把去年的 去年哪一月啊 四五月還五月 他就把iPhone 手機裡面就把身分證植入了 所以你出去帶一個手機 就帶了身分證 這是用一個NFC 就是我講後面那個 NFC就是一種技術 直接可以掃描 你可以把信用卡 證件啊卡片啊無人商店 這些都可以做掃描動作 好吧 那第三個是什麼 醫療 醫療會不會用到scan 會 會嗎 會 舉例來講 對 對 如果你有聽過人家叫做 whole body scan 有沒有 來我問一下黃醫師 什麼叫whole body scan 他是醫生嗎 就是全身都做出scan 對用什麼東西來 你等於翻譯我意思 whole body 就全身scan 用X光 你可以用白話來解釋一下 什麼叫whole body scan 全身每個地方都用X光把它照射 這一片 就是很多片切片 那叫做CT 或是NRI NRI或CD可以scan 身體叫立體的顯像 以前X光是平面的嘛 嗯 好那我問你一個跟你本行有關 現在去產科 代產的婦女要照什麼 超音波 超音波掃描會結果是什麼 什麼結果 超音波掃描的結果會看到立即的顯像 這跟剛剛CT的scan是意義不一樣 CT是經過電腦去核繩出來的 它是一種特殊 像類似X光 它就核繩出來 它那個叫做B超音波 B超才就是立體的 以前可以實施 對它是講專業的 我就聽懂 它如果你去照超音波 是你只要把那個scan 那個掃描槍 放到媽媽的 產婦 呆產 放上去就可以看到 孕婦嘛 就可以看到胎兒的影像 而且是馬上看到 對 這個是3Dimension 所以是立體的 對 各位真的 我可以秀給各位看 Erika看過嘛 我再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非常privacy 這個回去以後不要到處傳 我可以看到 可以看得到我手機裡面 有超音波的影像 為什麼 又想說 你都出來了 你可以看到baby在裡面 對 我們來看一下 你看這個 好清楚 是不是很清楚 哇 好清楚 很深色 以前沒有耶 這表示你孤了 太早生 太久沒有當阿嬤 你還可以看到心臟在跳動 對啊 你還可以看到心臟在跳動 對啊 你還可以看到心臟在跳動啊 黑白真的 真的科技進步 你很難想像喔 真的很難想像 你可以看到我孫子長什麼樣 對不對 真的啊 哇 這樣沒有什麼新鮮感耶 哈哈 哈哈 叫出來就是這個樣子 沒有啦 沒有啦 他在發育 還會胖一點嗎 哈哈 你要什麼新鮮感 你有期待的阿 你不知道 我這個位置比較可愛阿 怎麼會沒有期待 身下來醫生又拿剪刀剪期待 對啊 不能是男生耶 你期待他慢慢在成長 怎麼會不知道 沒有 我就說以前嘛 訪得比較好 是 訪得比較好 對 所以你就會出來變招逼 有沒有 哈哈哈 你是不是叫招逼 好啦 不要開玩笑 我們趕快上 然後還有商業阿 工業阿 軍事 很多類的Scan 那我們 今天要強調的是第一樣 就是科技 我們每一天都要用到 各位來看一下 我後面有寫掃描器有沒有 手機 iPad 電腦 OCR PDF5 藝文 後面備註叫做掃碼 各位 如果你去大陸常常聽到這兩個字阿 掃碼 有沒有聽過 掃碼 掃碼是 把 馬匹叫出來掃一下嗎 掃碼是什麼意思 掃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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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掃碼是掃什麼意思 啊 巴庫是什麼意思 馬是巴庫 掃碼 現在我們常常在生活上常常會聽到掃碼 有沒有 尤其中國大陸來的 因為現在在中國大陸行動支付已經很普遍了 什麼叫行動支付 支付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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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信支付 有沒有 還有很多移動的平台就直接 那在美國有沒有 那在美國有沒有 支付寶 也有支付寶 支付寶 Apple Pay 你要付多少錢 然後就完成家印嘛 那你猜老師去要怎麼做 我不用手機 我用手錶 這個也可以Apple Pay 聽到嗎 所以你就有很多東西可以Apple Pay 以後啊 我跟各位預測 以後你出門都不用戴手機了 眼睛 你戴臉孔 臉孔眼睛 對 臉要不要記得戴出去 戴出去你就可以配了 因為你現在用新手機叫做臉部辨識 臉部掃瞄 臉部掃瞄的結果代表什麼 就這個人的ID就拿到了嘛 所以你以後出去 比如說現在去Amazon無人商店 去年就已經在西雅圖開張了 進去以後掃瞄臉 拿東西都不用管 你無人商店嘛 因為把那個東西從過家裡拿起來 他就知道你拿了多少東西 拿了幾樣 有沒有 出去再掃一下點 你就完成交易 你就 回家了 對你就回家了 那以後都沒有假鈔了 現在 現在在中國大陸去討 就是乞討的話 乞討的話 乞蓋 乞蓋嘛 我撥那個碗 底下要印什麼 要印個QR Code 是真的啊 我跟妳講是真的啊 要不然把 住室機在這邊也可以來看嘛 把那個碗 來手機來掃一下 施捨一下 你知道 不用現金 他只要有QR Code 就可以收錢了嘛 比如說 大陸上他們常常會有微信紅包 有沒有 你就趕快發紅包 什麼 這個都不用現金交易 都不用現金交易 因為他們 在以往 以往我們不是去年講到有個案例嗎 那個 他們來美國投了那個信用卡公司的一些資料 回去要建信用卡 可是他們中國 建信用卡太麻煩了 所以他們叫彎道超車 直接叫行動支付就好了 就 信用卡要建立那個制度又要很困難 因為在美國要 有 有沒有 要有很多東西 要去收集信用資料 可是在中國 他直接用行動支付就可以了 甚至小額貸款 他就不用查信用 很方便 這都是要掃描 而且那個掃描的叫做QR Code 有沒有聽過 QR Code代表什麼 二維碼 二維碼是什麼意思 就是這個 那你就講完了是吧 可以下課了嘛 二維碼它所含的資訊比 條碼還多 所以它叫做立體的條碼 本來條碼是一條一條對不對 粗細粗細 像斑馬線嘛 那二維碼它是一格 所以裡面就有很多資訊 那各位有沒有看過二維碼 絕對有啊 比如說 我給各位講一下 我隨便今天 在那邊拿一個雜誌 最後一頁它就有兩個碼 有沒有 一個是條碼 一個是二維碼 有沒有 它就有很多碼 那比如說我去吃飯 拿到一個名片 拿到一個名片 正中間就是什麼 QR Code QR Code QR Code啊 就是二 比如說 我隨便拿一份報紙 我給各位看一下 我隨便拿一份報紙 報紙打開以後 你就可以看到 中間有一個什麼 QR Code 旁邊又有什麼 QR Code嘛 比如說我們出去餐館吃飯 你看 我就前幾天去吃飯嘛 我把桌上那一張留下來 你看桌上店那一張廣告單 一一二三四 廣告四折QR Code 聽懂嗎 然後你打開電話簿 更是比比皆是啊 裡面都有很多QR Code 你知道現在A群在賣房子的時候 他門口插一個牌子 有沒有 QR Code 牌子底下掛了一個什麼 QR Code QR Code 為什麼 為什麼 掃描 為什麼要掃描 知道他所有的information都在你 就大露出來了 我告訴你 那個通常都是微信啊 我有研究過啊 因為那些喔 都是國內的 對 他訴求的買主都是中國來的 有沒有 微信一掃 都不用講英文啊 他一掃什麼資訊 中文的資料都出來了 在他手機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這樣了解嗎 那怎麼樣得到這個去照相呢 他如果插一個牌子在路邊 以前我們看到的那個房子要賣 對不對 For sale For lease For whatever 也許嘛 他都會有電話號碼嘛 你都把A群的名字寫上去嘛 你是不是要打電話 現在不用啊 他現在底下掛了一個QR Code 有沒有 手機拿出來 一 scan 就知道那個房子所有的 information 這次裡面都是中文的 Excuse me 你說的 A群在賣房 但是不是 照相沒有用 要 scan 所以我們今天講的 我們今天講的是 scan 不是講 照相 所以我先把這個 釐清清楚啊 照相跟 scan 不一樣 不一樣 怎麼不一樣 照相就是照 exactly的東西嘛 但是 scan 裡面是裡面有故事的 我以為你要講 照相就是照相啊 scan就是 scan啊 對啦 他講沒錯 我再講一個例子 比如說老師有時候看書的時候 現在去圖書館我借書 借書的時候 比如說 我看一看書 通常都會 看看書 比如說這一頁 跑出一個條碼出來了 QR Code出來了 看一看 你看我把它 竹記起來 咦 跑出一個QR Code 有沒有 看一看就跑出一個QR Code 為什麼書裡面要那麼多QR Code reference 對 什麼樣的reference 好評 不是好評 link 我們 你要先理解 這QR Code要做什麼用啊 所以你就知道 你要什麼時候要去掃分 不要掃 懂會是嗎 因為往往 現在看這些文字的時候 資訊量太豐富了 比如說我們講agent 要賣房子的時候 他除了電話號碼名字之外 他一個看板 可以寫很多東西嗎 他這房子有多大 什麼 多少錢 多少錢 他沒有辦法寫在裡面嘛 所以他 把資料放在某一個網站 或是放在微信 或是放在Line上面 就很容易讓人家 直接透過QR Code 連到他那個網站 連到他的微信 連到他的什麼 Line裡面 就可以看到 他想要提供的所有訊息 嗯 如果QR Code 你掃到進去以後 不是到另外一個網站去嗎 對 然後裡面那個網站 有video 就是他賣房子的話 他房子介紹你什麼幾個房間 他可以 有那個 進到那麼裡面去嗎 對 對 你怎麼知道要問我這個問題 我不曉得我就是 因為我是Aging 開玩笑了 好 我跟你講現在Aging 就要做這個 其實我去賣房子的時候 我要拿一個3D成像的那個 鏡頭去照 環繞這個整個房子 內外 可以放在YouTube上 也可以放在別的地方 所以 現在買房子的人啊 不用直接到房屋的現場 直接透過網路就可以看到 可以看房 像美國有一些人買房子 比如說我在 看到很多真實的故事 比如說他在東岸 他要搬到加州來 可是他那邊房子賣掉 這邊要買房子怎麼辦 他飛過來看幾趟嗎 不用 他直接看那個 Aging 直接把他所有資料都放在網站上 所以他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然後在網上就交易一下單 然後過來的時候 搬過來 就直接可以入住了 有沒有 所以現在在這個科技上發達 非常非常厲害 就是說 你直接看你要用什麼 那QR Code 比如說剛剛我看到這些書 他有很多資訊 他一時半會也講不完 所以他放在網站上 比如說影片 他就可以放在YouTube上 你只要一掃 有沒有 他就帶你到哪邊 不是mine 是YouTube的server YouTube的server 就直接 直接連上去 你主要的動作是什麼 你主要的動作是什麼 要 拿手機出來 掃描了QR Code 連上Internet就可以了 那一般來講 QR Code的話 它直接的翻譯是什麼 二維嘛 中文叫二維嘛 二維就是 Two Dimensions 二維 二維嘛 因為它不是條 它是一個立體的嘛 我剛剛講的立體的嘛 比如說我現在去台灣 去日本 你在那個街頭上 看到二三十層樓上 就有Kombang廣告 對不對 廣告它有時候 它資料量太大 它放不了 不是太遠 看不清楚 可是它竟然放一個QR Code 在二三十層樓高 那我有興趣怎麼樣 我就在街道上拿手機 一掃握 我就看到到了 就可以看到那個Kombang裡面 在講什麼 那很遠嘛 各位 我好像有給各位一個圖啊 各位看一下 Page 2 Page 2 Page 2 有沒有 最下面是不是有四個圖 左邊數來第二個圖 A QR Code used on a large billboard in Japan 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 Page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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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p 老 Brandon 有 壓力 這是進階斑 對不起對不起 我拿錯 因為ra 幌 進階斑 那個 我們早上講 就是 在日本有一個QR Code 就放在那個 我搞錯了 進階版 我把它繡出來 因為我們早上剛好講那個 什麼東西這麼大 老師頭嗎 沒有 要講清楚 這個螢幕的畫面 我用手機把它放大 有沒有 我用手機放大 很清楚嗎 這個是日本一個建築 頂上它有一個霓虹燈 它不寫日文 它就弄一個QR Code 有沒有 比如說你現在買一張車票 火車票什麼 上面都有QR Code 你一進站它就掃描 出站就掃描 聽懂嗎 所以QR Code裡面就有很多 information 對不起 這個是早上進階班的 那如果基礎班的話 你就到時候跟機械班 朋友要一下 或是上網查一下也有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還是要把基礎班的文件打開 好 掃描的很多場合都需要用到 反正我們現在講到電腦 手機 常常要去掃碼 掃碼是我們現在平常日常都要用 比如說我回家我就用我的電腦來看Line 有沒有 那我不用打密碼 我做什麼動作 各位看一下 我試給各位看 我回家以後 我就在我的電腦上 各位可以看到我的電腦 我把Line打開 它現在已經登錄了嘛 如果正常情況之下 我把電腦板的Line打開之後 它都要求我打帳號密碼 有沒有 可是因為我手機已經有了 我在電腦上 我就不要用 不要用那個什麼 密碼了 我直接用我的手機去掃碼 什麼意思 我做一次給各位看 我把我的手機打開 各位 我現在沒有把手機放上來 但是 你可以看到我電腦的 畫面是在這邊 我直接打開掃QR Code的 Mine 對著我電腦上面去掃描 然後我的手機就問我 你是不是要登錄 OK 這時候發生什麼事 登錄了 我電腦的Line就登錄了嘛 請問這 剛剛我有沒有碰電腦 沒有啊 這叫隔空抓要 我就直接進來了 直接進來 就可以看電腦版的 為什麼 因為我做了一個掃碼 掃什麼碼 我自己的帳號碼 我有手機掃就進來了 那你在這兩個線是一樣的 是Line 那你在你動手機的時候 這個地方會改嗎 還是同步作業嗎 同步 同步 不是說各做各的 對 我要打一個廣告 如果你要選Line 這比較進階的東西 是早上我們教的 不信你問他 早上我們教的 不過沒有關係啊 我們多 能夠學多少算多少 我們在手機跟電腦上同時都可以 可以看得到老師的畫面 有沒有 我給各位看一下 然後把 各位可以看到 這是早上進階班的 各位可不可以看到 我的畫面是不是有兩個Line 我把它切到基礎班 基礎班有沒有 好 這是基礎班的嘛 那我從電腦上進來 是不是基礎班 沒錯吧 你說這 老師這兩個有點不太一樣 其實是介面不一樣嘛 什麼叫介面 就是它顯示的那個 格式不太一樣 這邊有兩個column 有沒有 我手機上只有一個column 那我現在在基礎班嘛 有沒有 我現在點到這個基礎班 有沒有 是不是基礎班 所以我同時可以看到我的聊天室 也可以看到我聊天室裡面的某一個內容 是不是 有沒有 是不是 那為什麼要用電腦看 大 清楚 尤其是你要讀老師講義 為什麼 你說我 不是字太小了 不是字太小了 應該說內容太包覆啦 不講話 真是的 誰教 你那個column是誰 我老師是誰 這個很小 你看喔 用手機 這個是我手機上的LINE打開的講義 當然我可以在手機上放它看對不對 那如果從電腦上打開會怎麼樣 更大 一整夜 內容是一樣嘛 對 可是 你如果要挑老師毛病要在電腦上挑嘛 對不對 老師哪個字寫錯啦 這樣才不會眼睛凸窗 有沒有 有沒有 好 那我們馬上來講啊 比如說我這邊做了一個表格有沒有 對不對 好 那我問你 我給各位人LINE的講義 你事先有看到嗎 你有沒有仔細看 看一看 有沒有看文字 有 有沒有看圖 有 有嘛 那我馬上要來教喔 請問這個圖你有沒有看 有 這個圖你有沒有看 太小了 太小了嘛對不對 這我就教你了 你太小是表示你不會用嘛 比如說這個圖 一圖代表千言萬語 有沒有 你說這個我已經畫了 這個圖你想看的時候很簡單 你就用電腦打開一下 有沒有 有沒有 可不可以看得清楚 你的眼睛一樣大 你的畫面是一樣大 但是你要用技巧把它 這樣懂嗎 就可以看清楚了嘛 聽懂了 好 要不要叫建議像黃醫師這樣子 有沒有 然後咧 去買一個放大鏡 不需要 因為我已經教你了 不用放大鏡 有沒有 它是彩色的嘛 可是你直接 你可以看到我畫面很清楚啊 這是我電腦的畫面啊 我轉給各位看啊 我電腦就是長這樣子啊 有沒有 我電腦就長這樣子啊 所以你要善用工具啦 總而言之 你就要會用就是了 不然老師寫那麼精采的 那麼多 不是因為老師寫的字小 而是老師寫的內容多 聽懂囉 要會講話 沒有 字不小 我幫你秀給你看 字很大 有沒有 好啦 這是題外話 我們趕快回來看一下 這個 我們今天要學哪兩個APP 哪一個APP 好 順便講一下 經過我多年來試驗 有很多的APP都可以來做Scan 記得我們基礎班有講喔 當你碰到一些問題跟挑戰的時候 要做什麼 想辦法去解決嘛 聽不記得嗎 記不記得 記不記得 記不記得啦 那老師怎麼教的 不是 老師怎麼教的 不要問你 老師怎麼教的 老師 來 李李回答我 我教你們基礎班的時候 碰到問題跟挑戰的時候 要怎麼辦 想辦法解決嘛 對不對 那老師教的是怎麼想辦法 亂按 不是亂按 找到相關的APP嘛 聽懂嗎 那你今天如果對Scan有問題 我就教你啊 很簡單 你把手機打開 你們每一個禮拜來 都學到這個都學不會嗎 很簡單啊 我再講一次啊 你日常生活會不會碰到問題 跟挑戰 對 會不會啦 會 多的去了 那老師教你一個佩伯喔 佩伯中文怎麼講 佩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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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翻得很爛 這個台語翻得很爛 我要套義 佩伯伯 我教你一個佩伯密集 好不好 你可以不要記住我講的笑話 可是你要記住我講的內容 我雖然跟你講笑話 可是我語重心長的教你 你碰到問題挑戰的時候 很簡單 你就把手機拿出來 去找到相關的APP嘛 聽懂嗎 聽懂 我現在就教你 你對這個字有問題對不對 不是有問題 對這個不了解 你就打Scan啊 有沒有 你打這個Scan在APP App Store 對不對 打進去你去 你去搜尋 你去搜尋就可以搜尋到一坨拉股啦 一坨拉股 一坨拉股 有沒有 但是 這些一坨拉股可不可以解決問題 你要一個人去試嘛 然後你一試就滿頭包 為什麼 因為很多是要錢的喔 對 那怎麼辦 那老師就教你PETBO嘛 我就告訴你 小個短話要免錢的 有沒有 這是來上課沒有上課 有沒有 因為我已經花了錢 我就捨不得各位花錢 各位就不用花錢 好 那我們今天要學的叫做什麼 Adobe有沒有 是要打Adobe的 對 我打Adobe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我是不是 欸 學皮啊 我應該要把它切到畫面 我剛剛都忘了 我把我的Line桌上這個關掉了 各位可以看到 我現在只是用 我的那個手機的畫面 有沒有 沒有 我打Adobe是不是跑出Adobe 是 那如果你上我的進階班 你有學Line room 照相 很好用 好 Adobe這家公司喔 它是一家做軟體 好 各位可能沒有聽過 不過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點Adobe scan 有沒有 嗯 我點Scan 是不是就有這個東西出來了 所以各位 你第一次安裝的時候啊 第一次用的時候 你去找這個 它 我把截圖給各位啊 看一下第一頁的 最下面 左邊那個圖 最下面 左邊那個圖 有沒有第一頁 左邊下面那個圖 我是不是圈起來兩個 為什麼兩個 為什麼兩個 Adobe scan 它上面有寫喔 Apps in this bundle 有沒有 它希望你啊 bundle是什麼意思 放在一起 對為什麼要把它一起 bundle是什麼意思 各位看到 那各位拿到獎益以後 你在家有沒有試著去當作 有 有嗎 download好了 那好學生 沒有download也沒有關係 老師也不會怪你們 因為 你還不熟嘛 你如果熟的話 你就先download 對 就這個 你現在還沒有download 就不要download了 因為你現在要學啦 如果你還沒有在家download 你先暫時不要download 因為你要學著去用 你不是學著怎麼download 這樣聽懂嗎 如果你還沒有download 先暫時不要download 好 它有廣告有沒有 所以老師 把這個廣告都給各位 什麼叫廣告 有沒有看到 在我手機上面 是不是有這個 你說老師 你給的是中文啊 它這個是英文對不對 所以我為了要給各位講義 我又好心怕各位看英文 有有點困難之力 我就把中文的APP的畫面給各位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是中文的畫面嘛 那你如果是在美國 最好是download英文還是中文 最好是download英文 好不好 好 假設你已經download完 安裝好了 你就可以開始來用 我們來看一下 第二頁 看一下第二頁 好 各位如果你還沒有download 你先暫時不要download 我們先來看一下第二頁 我們第一個叫做 Atobe Skin PDF掃描器 我底下列了很多點 1 2 3 4 5 6 7 8 8點有沒有 我們先講第一個點 有沒有看到 主要功能簡介如下 掃描 掃描 通過這個掃描器 將任何東西 可以掃描任何東西 使用PDF 有沒有 然後第二個呢 各位順便看一下 第二個叫擷取 擷取 擷取是什麼意思 就使用這個掃描器 把你要的這個畫面 把它抓下來 然後 然後怎麼樣 這邊後面還有講 先進的影像技術 可自動偵測掃描內容的邊緣 使內容更加清新 並且辨識文字 OCR 各位有沒有看到這句話 有 那我就馬上問各位 何謂OCR 何謂OCR 辨識 我就怕你不懂 好 所以回到第一頁 回到第一頁 來 哪位同學幫我們練一下 來 新同學幫我們練一下 這個OCR 這個OCR 在第二段的第四行 各位注意聽啊 幫我們練一下 OCR指對文字資料的圖像檔案 進行分析辨識處理 取得文字及操練資訊的過程 好 謝謝 這個跨戶裡面嘛 那英文叫什麼 OCR 英文叫什麼啦 我不是要問你英文字母 我問你英文 你看英文可以看懂他的意思嗎 那我就怕你看不懂 中文是不是有寫 中文可不可以看懂的意思 還好嘛 好 我們馬上來做一次給各位看 好 我先來解釋 何謂OCR 這個OCR出來也不是一兩天 已經二三十年了 就是人類很喜歡就是把一些重要資訊 把它留下來 那留下來之後常常是有文字 比如說我黑板 白板啊 白板我是不是寫了很多東西 你是不是可以拿照片去把它照下來 對 沒錯吧 對 那照下來以後這些文字有沒有 或這些圖就是一個圖像檔 雖然它是文字 比如說我這邊有寫字嘛 你看我們人類眼睛很聰明 我寫橫的 還有寫直的 你一眼看就知道 那電腦會不會看出來 不行 不一定嘛 所以現在人類就很聰明 他為了要把這麼多東西資訊 把它轉成文字檔 他就要去辨識 比如說他看到 一個圖像裡面有這個東西 那電腦就要辨識這個是O 他看到這個就是0 他就知道這不是O 聽懂嗎 這不是圓圈喔 所以他要辨識出來 變成在文件檔裡面 他就辨識成文字檔案 這樣了解嗎 本來是圖 我們人眼睛 你只要練過書啊 你就四字嘛 四字它就不是圖啊 你想像一下 假如你從小 你父母親沒送你去上學 你看到這些文字 你是認得嗎 那你看它是像什麼 像蚯蚓啊 聽懂嗎 你就不認得嘛 因為我們有學過 所以我們看得出來 可是電腦不知道 所以現在電腦就透過這個辨識 所以這個就是這個意思 他把這個圖像變成文字 這樣理解嗎 變成文字以後 我們就接著可以去管理它 可以去編輯它 可以去copy paste嘛 是不是可以做很多事 甚至我們有同學說要保存嘛 對不對 這都可以來做啊 好 所以這個OCR是很重要的 好 我們來demo一下給各位看 好不好 好 我們隨便找一張 隨便找一些東西來掃描一下 比如說我今天出門 隨便找一個CD的歌單 各位以前有沒有買過唱片 有嗎 唱片是不是有歌詞 有沒有 那現在叫CD嘛 CD是不是有這個 有 那這個 只是一張一張紙嘛 那如果我想把它保留 就像我們Sane講的 他如果想把這個東西保留 怎麼做 蛤 你怎麼做 問你 不曉得 所以我們就要學嘛 對啊 很簡單 如果你想把實體保留 你就買一個保險箱 把它鎖進去 那開玩笑的 我們現在這個東西 都把它轉成數位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用掃描器 所以我們以前會有一種 像印表機一樣 有個玻璃板 對不對 平台掃描器嘛 聽懂嗎 就是把那個蓋子打開 把它放在玻璃 壓起來 就 然後咧 就掃描完了 就掃描完了嘛 然後你看你要印還是要存到電腦 這樣會不會 那請問老師會不會這樣教 不會 不會嘛 因為那是十幾年前啊 落伍了 對 為什麼落伍了 對 為什麼落伍了 因為還要去買一個機器 對 因為有更好的東西 因為人都有手機嘛 你那手機就是這個東西 聽懂嗎 嗯 請問你那手機是不是Scaner 是 是 You didn't know yet 哈哈 因為我看你兩眼毛毛 我告訴你你那手機啊 比那個平台掃描器還強一百倍啊 真的嗎 真的啊 只是你不會用而已啊 聽懂嗎 對 所以要來學嘛 對 所以要來學嘛 老師這掉足的胃口啊 哈哈哈哈 好啦好啦 馬上來教各位怎麼學 所以你只要懂這個觀念 你 我從我五六年前開始 我就再也不用那個平台掃描器 因為平台掃描器啊 以前喔 我們是要印什麼資料啊 都要把那個書本啊 放上去 然後用力壓嘛 壓在玻璃上 還不能太用力 玻璃破了怎麼辦 然後掃描出來以後 就是歪七牛八 然後影像黑影啊 很麻煩嘛 還要在電腦上處理 啊 才五六年前 各位都忘了嗎 現在沒有人這樣做了 為什麼 因為我教你很多好用的 而且手機拿出來 就用得比他還好 聽懂嗎 所以我現在就拿這個來當示範 我也不再用那個平台的Skinner 我有什麼 手機 這樣懂嗎 我用手機 我把它來做一次 我首先 找一個 平面有沒有 反差比較大 把它放在這邊 什麼叫反差 就是背景是 不跟它一樣顏色的 把我的手機打開 各位是不是可以看到手機 對 那我先教你 我們要用哪一個APP 有很多 我剛剛講的 有很多APP 如果你 對 如果你今天 要學比如說Evernote 我會教你 Evernote不會比這個還更好 但是我們先學Skin本身 我們在講義上有給各位兩個 叫Adobe Scan 跟Ado Akabe 有沒有 這兩個 那你看老師還有其他的 其他的 你先暫時不用 我們先打開這個 叫做Adobe Scan 打開之後 你說老師這很像Line room 對 同一家公司的嘛 然後我就直接可以去Skin 我按照樣機之後 我是不是可以開始Skin 我再做一次啊 我把它打開之後 我直接按右下角 像相機那個鏡頭 我是不是把這個鏡頭打開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鏡頭嗎 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 對準什麼 對準我要掃描的東西啊 有沒有 還有我 你還會給我 我給你 我也會去 我剛才幹 我知道 你應該會了 謝謝 你的呢 他會用這麼多的 我只是知道 你的指標 你再現了 你 你的指標 可能 同一雙 我們 感谢观看